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26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再來到星期六的晚上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 國情時事 好了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9月24 那麼快 連9月份也快完結 我們也是從 德國回到英國 接下來的星期 將會 有下一項活動 這次這項活動 在格拉斯哥 主要原因是跟國際刑警的組織 搞大會有關 國際刑警的組織 基本上等於 如果 繼續執行這個中共的紅通名單 基本上等於是把大量 的政治罪犯 意見人士 還有反對派 全部變成是罪犯的 所以 我們這次 組織一個抗議活動 有理由相信 其實現在的這些對抗和抗爭 絕對有異議 在兩三年之前 有很多香港人說 希望 在有自由的地方可以繼續進行對抗 雖然 格拉斯哥 可能就是對很多人來說遠了一點 但是 其實在 蘇格蘭居住的香港人 其實也有不少的 也有 不少居住在 英格蘭北部 例如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 雖然上去 格拉斯哥也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絕對是可以 去得到的距離 希望大家 是考慮 勇約出席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出席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 多一點 參與 怎麼可以參與呢 也希望大家 想 可能要說的話 寫下給我們 我們可能會在集會的時候 把它說出來 我們也很希望 除了跟大家繼續做時事評論 還有 分析 之餘 繼續鼓勵大家 繼續參加這個民主運動 回到我們今節的主題 是中國大陸無處不解僱 現在當今在中國大陸 已經到了中華民族 這份工最危險的時刻 現在在中國大陸 四周圍 都有這個 解僱 降薪 就是減薪 還有停工 還有凍薪 還有黑扣工資 幾樣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同一件事來的 為什麼 企業又或者 是單位要解僱員工 為什麼要減薪 為什麼要凍薪 為什麼要停職呢 全部 都同一個自由觀 就是錢 聽到好事賄 但是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現在 各行各業 各單位 全部都是無錢的 就是說遭遇 史無前例 那麼嚴重的經濟問題 這個經濟問題的最主要原因 當然跟這10年 當政的人有關 這個肯定跟習近平 當政了10年 四周圍搞鬥爭 從來沒有搞過經濟 是有關係的 這個正正 是叫做一黨專政遍地使災 因此 四周圍都爆發這個 民眾的 維權行動 雖然大部分現在 都可能停止 在 這個 追討欠身 的維權 上面 不過 應該大家都會接受 同意 其實最初 的社會運動 就是 跟維權有關 維權的時候發現整個制度不公平 而且維權的時候除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之外 其他的受害者就變成同勞人 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首次發現 原來自己 可以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 也嘗試去守護其他人的應得 的權益 所以這個絕對是覺醒的開始 就是說這件事不只是我的事是大家的事 就是中人之事 所以這個就是政治 在網上也留存著 在廣東的東莞 的街頭上面 現在經濟差 是連這個便當店舖也做不住的 在Twitter上面 近日就有一個 在中國大陸的退伍解放軍爆料 他說他有一個戰友 是退伍的解放軍來的 現在 正在做消防員 到了最近 他的人工被大降 是2000元人民幣的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 這2000元人民幣是他整份人工 的一半來的 其實他的人工 是有4000元人民幣 他窮得 是家裡的小朋友的奶粉錢也拿不到出來的 事實上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下一個 國家 天天跟你說偉大騰飛 偉大崛起 說任何國家 都不可以阻止你崛起 說到那麼好聽 下年 最基礎的 一些公營服務 例如 警察 內地公安 還有消防 醫院 這些全部都是公共設施來的 這些公共設施其實 是必須要由政府 去承擔 因為政府有大量的稅收 而這些東西 對於任何 地方來說是必要的 使費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公共服務 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 正常 最基本就是要處理這些事務 原因也很簡單 你沒有可能 變成私人負責 例如 如果我們沒有政府機構 就是需要 聘請私人的士兵 又或者警察 在附近執法 這件事極之是無效 根本就應該是公共事務 消防也是相同 消防也是相同 消防就是一個地區 防火的防範來的 這個也不可能 是私人聘請 是消防員 駐守的 這件事一定是公共事務 中國大陸跟你說 怎樣偉大偉大 說了一大論 連最基本 的公共事務 都維持不了 連 消防員都說要減薪 到底你的地方政府 發生甚麼事 正常的稅收的錢去了哪裡 當然跟中國大陸貪污有關 所以 不要笑了 中國大陸有大量的公務員 很多這些全部都不是任何私人機構 當 連這些機構 都沒有辦法 或是出到工資 其實很多人 就會發現有問題 如果不是你 政府出問題 錢不知去了哪裡 四周都貪污 怎麼會去到 最基礎 的公用設施 的費用 都拿不到出來的 這個一定是有大問題的 所以 當你再深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各種東西根本就跟 貪腐 中國共產黨有關 甚至乎他們被裁員 連消防員也被裁員 即是沒有人搞消防 即是有事發生根本 連最低限度 保障民眾的工作也不存在 這個正正 是 敗亡之前的瘋狂 四周圍的維權行動也正在出現 包括 在四川的成都 這一家港匯日產 新科融4S店 近日也有 大量的員工突然間遭到解僱 他們也 在店舖的前面進行維權抗議 並且 在店舖上面掛著橫額 他們說我們把港匯 是降到500強 即是幫公司跑數 公司就做了 前500強 但是公司的港匯 讓我們提前下降 我們就被人炒魷 說他們是黑心企業 現在四周圍中國大陸都是維權抗議的 不用想 中國大陸當局一定是想盡辦法要壓制 現在的情況其實就好像當初封城一樣 四周圍都有人因為 被拖欠薪金又或者被裁員 出來抗議的 好了 中國大陸四周圍想禁止 但是到最終 是按不住 所以 其實現在 又是到了一個相當之 關鍵的 時候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密切留意 還有一宗 我們就是要把字眼好小心 當然因為跟Youtube有關 就是這個老闆拖欠薪金 導致 最終 是慘被這個員工送上西天 在中國大陸 再極端一點的維權行動 就是這種 送上西天 其實 中國共產黨正正面對 的情況 要不就是把那些 和平的群眾 盡情欺負 再去到發展極端一點 就是會發生 將你送上西天的事件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這節時間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